下面来大家就讲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叫做排序 其实同学们排序咱们经常会用 来我接下来我上网啊 我上下网 然后呢或者咱们这个浏览器里边去 接下来咱们亲一件标签京东.com 好了排序大家应该是经常见了 比方说咱们点一下手机 对吧点一下手机 他这里边啊还没有吗 就这样我搜索啊 比方说iPhone PPH 好了iPhone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就是排序啊 你想按照综合的就是 他这个经过综合排序出来 结果还是销量还是评论数 还是这个这个东西 其实京东也可以刷 你懂我意思了啊 京东是可以找人刷的 你刷一次 现在呢要么是返给你钱 10块钱或者是20块钱 要么怎么的呢 要么返给你礼物 现在查空包差的多 什么叫空包呀 我从网上去买快递单号 然后这个快递单号 是这个快递公司自己伪造的这个东西了 就是你没有物品过来 但是真正的那个订单号呢 是从北京到了哪 从哪一到哪 从哪一到哪 全部都能查得出来 去年的时候呢 315被公 曝光了 所以说这个信息就没有了 但是呢 现在就又是变成什么呢 我大不了 我真发快递不就完了吗 我发个快递就怎么办呢 我在里边发的小物品 对吧 你想要什么 我们家可以有洗衣粉 有洗衣液 有什么东西 比方说有什么电脑桌 我这个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发 对 卫生纸啊 什么都给你发 你只要刷一次 我发给过去的东西 就当作礼物了 听懂得对吧 你买的是一个手机 但是我发过去的是一包卫生纸啊 你买了钱之后 我多少把钱都退给你 但是这个礼物 你可以留下来 一般的都这么刷 一天呢 刷个十单二十单呢 还是可以的 一单十块钱左右 一天能挣个一百二百了 可以的啊 这个同学 下下之特 咱们有更高端的工作 咱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你懂我意思吧 但是我说了 我的一般想上了工作 我以前没想干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当作副业 当作副业 好了 排序就在这 是可以刷的啊 你所见的这个 是排的第一名了 是可以刷的 可以刷的 好像这个iPhoneX 这个这个 几秒钟就卖完了 是吧 已经预定 被预定光了 好了几秒钟 有这么多 来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按照评论数 点这个 按照新体 按照价格 请问他们 是不是都可以点啊 其实呢 你看 还有补差价 补差价 其实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算用来杀的 好了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就是排序 那么对于咱们一个程序 或者是对于咱们的 色口语剧而言 咱们用排序 记住一个原则 很简单 用out by 用out by 有两种 从大到小 从小到大 就两种排序 就两种排序 来 看着啊 咱们拍拍 查询年龄 查询年龄 在18到3岁之间的男性 请同学给我写下 查询18到34之间的男性的信息 from students 然后 where A 这两个吗 这个假的 咱看下 不确定 上面有是吧 上面有 咱们看看 18到30岁之间的男性 这个不是 这个是吧 这个是 这个不是 一个了 两个了 这个不是 是不是一共就有两个吧 所以说咱们就插这两个 他就这样说了 按的年龄从小到大牌 请问咱们现在按的是什么牌 默认是按的主键牌 听懂我意思了吧 默认是主键牌 主键谁小 将来谁的下牌 那么我就想按的年龄牌 我想把它倒过来 怎么做的呢 很简单 把它倒过来 在它后边写上 order by 谁呢 A印子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粘贴 看看 都 把这个地方写了个什么 多了个星 哪来了多了个星呢 来 select他 走 来 看着 是不是现在在说是按着A字牌的 而不是按着ID牌了吧 那至于它了 那么 我orderby 那东哥一定是默认按着什么牌 同学们就听了 orderby 后面 其实咱们省略了 asc 大家看一下 asc查出来结果和我不写asc 查出来结果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么asc比较什么呢 从小到大牌 既orderby 默认 你只要后面不写什么东西的 你没有写后面的东西的 都是从小到大牌 听懂意思吗 一般咱们可以缺少 一般可以省略 orderby 从小到大牌 默认 从大到小那么多呢 DESC DESC 从大到小牌 从大到小牌 来 那么 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说过了 从小到大 是不是还可以默认 是不是asc啊 那么这个例子 查询18到3岁之间的女性 并且身高从高到爱牌 来 select 新方 from students where 18 A A B tun 18 and 34 给他 诶 怎么 我不加括号 行 and 真的 等于2 请问 看看行不行了 咱们先试一下 咱们先别管了牌序 看看 看能不能取出18到30岁之间的女性来 18到30岁之间的女性 请问师傅都能出得来了 也就是说呢 你加上括号 你的程序 咱们开发者可读性很强 但是咱们不加 这个circle将来在比解析的时候 它自动识别为这是一个整体 这么说理解了吧 所以说加也不加都可以 但是可读性的话呢 你最好是怎么的呢 最好就加了 可读性多强呀 对吧 那么他说了排序 他说了身高 那就是order by height 然后倒序 DESC 来 DESC就是你键盘上最左上角的 是吧 就是他 好了 ESC那个叫ESC 来同盘看着 嗨 最高的最高的 矮的矮的矮的 请问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就降序排序了吧 这笔记降下来了吗 但有人说了 东哥 怎么有两个相同的 我也发现了 我接下来 我想按照另外一个东西排 记什么意思 注意听 order by很简单 order by要么从高度到大 要么从大到小 但是当如果有相同值的时候 它往往还会按照主键来排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吗 就是如果这两个都相同 那到底谁在前面呢 按照主键来排 我就不想按照主键来排 怎么做呢 order by是可以支持多个字段的 可以按照多个字段排 最低 条件是 在第一个字段得出来的数据 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第二个字段 如果第二个字段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第三个 第三个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第四个 也就是说将来你要是想 把这个进行拍完去之后 想要让它不再按照默认着 主键从小大的排 你可以怎么写上呢 逗号 注意听 直接order by的后面写上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怎么排 然后逗号写另外一个字段 写ID 怎么排呢 DESC 听懂我意思了吧 先按这个字段排 这个字段排出来 结果相同的情况下 再按的ID 从大到小排 来 选择它 右肌 粘贴 来同学看着 原来的时候默认 这两个相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 同小到大排 现在在相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同大到小排了吧 请问两个字段能行 我要问你 咱们扩展过来 三个呢 四个呢 是不是都可以的吧 你写上哪一个 那默认了 就是按照哪一个来拍 前面这个相同的情况下 再去看后边 而同学研完自己什么 如果前面这个都不相同 后边这个1.6都没有 能理我意思了吧 那比方说来同码咱们军训的时候 来 挨的在左边 高的在右边 来意思展开 但是很尴尬 有一对双毛 他都在这个边里边 他俩长得一模一样高 谁在左边 谁在右边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来教官就后面了 你俩谁大呀 我的案 你在左边 你弟弟在右边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吧 先按一个条件 再按另一个条件排取 好了 来练一下同码 看这个 查询他呢 他之间的这个身高 从高到矮排 如果身高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年龄 从小到大排 请问这个应该会吧 身高相同 按照年龄 从小到大排 这个地方给的什么 A之 然后呢 ASC 是吧 然后又说了 如果年龄也相同 按照ID 从大到小排 懂不懂啊 ID啊 DESC 请问是那么简单吧 先是身高 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年龄排 年龄又相同 按照什么 是吧 ID是否同大到小排 对 对 那么要记住了 那么按照年龄 从小到大 身高到小的排序 通高的 怎么排 最后他没说条件 SELECT 他说where了吗 没有说where 那么就不用写了 那这怎么知道 order by 来 年龄 同小到大 我可不可以不写啊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如果咱们为了可读性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写答啊 那么后面写什么呢 身高 height 然后 DESC 身高先同 年龄 从小到大 相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按照身高 从高到矮排啊 来 先看 先看年龄 先看年龄 12的 18的 等等等等 一直到59的 谁59了 咱们班里面的刘太华同学 是不是已经59对了 是吧 59了 好了 那么大家一看 在年龄相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接下来按照 single 你看 年龄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身高 横高到矮排 没问题吧 年龄相同的情况下 身高也相同 怎么的 默认是不是又是组建啊 对吧 继续相安排 还有相同的吗 没了 还没有相同的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out by 排序 特别切记 排序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还是用的比较多了 这个也不难 要记住这个原则 要记住这个原则 如果要是有多列判断 先写谁 接下来先按照谁排 如果这一列相同的情况下 还是按照第二列排 否则不成效 第二列 听懂了吧 啊 这就是out by 排序 啊 这个 请不吝点赞い